今天其實主要是因為真的很困擾 因為在去年下半年開始我的品牌 然後就受到 其實從記者會十月以上開始 隔天就馬上有詐騙的意志 然後直接把我的影片照片 然後還有品牌所有的素材跟網站 然後而且還下廣告 然後讓消費者按進去購買 然後還有我的粉絲 但是結果他們買了之後是假的電商 還有假的一夜市網站 所以收到的東西是完全山寨的東西 以及可能是完全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消費者完全就是被騙了錢 然後甚至更可惡的是 他們還無上限的用了我的肖像 那在品牌的部分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甚至有消費者不明白 然後去消機會就告我們說 我們代理的東西是假的 甚至也有粉絲直接問我說 採提你代理的這個東西是假的 我收到的是跟照片 然後跟你拍的影片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以為我們是我們造假 那他們不明白 所以變成那時候我們要提出非常多的證明 所以不管是對消費者來說 因為他們是實實在在的被騙金錢 那對我個人以及對品牌來說 我覺得是傷害非常大 像最多人受騙的是我們的電動的 電動的旋風杯原價是4390 那他們可能會是賣1000到1500的價格